不要走,曹操 我是不會放過你 換星賽出來 再合體技 哇,這樣一刀砍下去 敵勝! 撞了 K.O.B. 一開始就很快 大家好,這次和大家玩的遊戲就是真三國無雙8 這遊戲是由真三國無雙6作為基礎 由光榮監修的手機遊戲 所以大家在裡面就會看到很熟悉的武將登場 我自己剛剛玩了一陣子 裡面關卡的地圖很大 武將全部都是日文配音 再加上三國經典的劇情 一玩下去真的不能停手 在電話上玩都完全可以給大家 好像在家用機上割草的感覺 遊戲就已經推出了 有興趣的在這條影片的內容有連結下載 這條影片就跟大家講一講遊戲系統 以及如何在初期提升戰力 現在我就準備打曹操 順便跟大家講一下這遊戲的控制方法 有畫開手機遊戲應該很容易上手 畫面左下方可以控制我們移動 右邊最大劍型的按鈕就是攻擊 如果看到敵人出招,地面紅色就可以按腳按鈕 向你控制的方向緊急迴避 接著再反轉對敵人作出攻擊 不知平A流 有時都要配搭右上角那個速力攻擊的按鈕 連兩下普攻,一下速力攻擊 就可以打出不同種類的招式出來 不要走,曹操 我是不會放過你 換星賽出來,再合體技 好,要反駁 這樣一刀投下去 再踢好 這遊戲操控的就是這麼簡單 完成任務之後,在城鎮就會有一些新的 現在三國旅行團帶大家去參觀我們的城鎮 我身後的這棵就叫做程義樹 相傳劉關章就是在這棵樹下結義 再帶大家到處去參觀一下 在左邊這裡就有一個酒館的老闆 也就是我們這個屬地的管理人員 跟他聊天又或者按地圖就會進入這個版面 在黃金之亂之後因為周圍城鎮都非常荒廢 所以劉備就叫我們幫忙去治理這個地方 所以這遊戲裡面都會有一些肉成的要素 基本上大部分的建築物都可以幫他升級 例如剛剛去的酒坊 馬舊我也想幫他升級,不過暫時還沒有道具 他就需要用這個看白玉 其實可以就這樣用遊戲裡面的銅錢去換也可以 升級他 究竟我們幫建築物升級有什麼用 大家在建築詳情裡面就可以看到 現在我的酒坊每天會有52瓶九單金翼 這些九單金翼其實就是給武將吃了升級級用的 其次的建築物是會對我們武將會有屬性加成 在這裡就可以看到 所以如果想自己武將厲害一點 當然就是要努力一點去提升建築物的級別 用這道具升級 我們先來 走坊就升到一階級五 各項的屬性加成都比之前多了八點 所以大家打到材料回來就記住 首先過來升到我們的建築物的級別 另外教場這個位置 就可以幫我們一些小用的武將提升級別 現在的級別就只可以訓練三個武將 進來教場這裡看一看一看 我們可以放例如劉備 每次放下來就會訓練兩小時 講完我們的屬地都要抽一抽人物 進來招募這裡 在武將預覽就看到有什麼武將可以抽 我自己最想抽到當然就是趙雲 以及關羽張飛 在旅角方面其實我自己就很想要雕仙 按進來給大家看看他的造型 以前玩三國無雙的時候我自己都會先升爆雕仙 拿著條鞭出去哪些士兵 你想想我的感覺已經這麼爽快 預覽完馬上試一試手氣 在三國無雙壩裡面抽武將就有點巧妙 因為不同地區對武將的出現都會有點加成的效果 例如翁州這個地方趙雲的出現率會比較高 梁州就會相對高一點機會出到關羽 所以第一個10抽就選翁州 因為畫面很棒,好像真的要去拜訪別人 好,敲一下門,各個 有些好東西 既呈封印尚,復仇精賤中 是女角 屬於魏的王儀 他都很厲害,曾經在馬超進攻逆城的時候將馬超打走 再來第二次10抽 這次金色 血戰白狼山,威震逍遙進 都是魏國的武將張遼 這麼出名的武將不需要介紹了吧 他最出名的應該是用八百士兵 擊退五軍十萬大軍 再來第三十抽 方之歌舞妙,連環計謀心 雕閃 正 我可以帶他出去鞭策士兵 還有一個星彩 因為我已經有的關係,他就會轉化成碎片 這樣就可以用來星星用 第四十抽 金色,傳奇武將 護主不惜死,勇稱古惡來 你看牙色,又是魏國 典偉 他是一個很忠心的武將 可惜在遠城的時候為了給曹操和胡爪 所以他就犧牲了 又是星彩這麼巧的又有碎片 好,第五十抽,最後一抽 都是金色,真是超好滑 是關瓶來的 不是,這個才是 溫酬財務限,臨戰記憶膏 綠色衣服應該就是熟過 月鷹,原來是黃月鷹他剛才踩著那隻 應該就是木牛流馬 雖然我剛才抽不到關瑜 不過不要緊 因為在登入活動裡面 第八日登入就會送一個關瑜給我們 第七日會送十抽 之後第十日又是會送十抽 第十三日就會送關瑜的Skin 開給大家看一下,這個真的很棒 關瑜的阿拉密斯造型 馬上變成一個外國人 你看看他 除了關瑜之外還有機會獲得馬鈔 就是這個八日軍務的任務 只要完成指定的任務就會獲得軍功 存夠1200軍功就可以獲得馬鈔 再加上有一個特工贈禮的活動 存夠積分就可以獲得劉比的外觀裝 穿西裝出去打仗 接著還有劉比的專用戰魂 最後的外觀就是劉比的刺雄雙劍 變成了這對武漸揮曉 魚籃帽給大家看 好像拿著200級光劍一樣 抽到武漸當然都要升一升 最快的方法就是直接喝酒去幫他升等級 接著來到基本 我們抽回來的武漸如果有基本的話 就記住去啟動基本 一來可以有元寶送給我們 其次就是會增加戰力 接著來到戰魂這裡最多可以裝三個 裝備的時候大家就可以看回戰魂的陣型屬性 相同陣型就會有多些加成 又或者雕蟬一樣,因為我拿到他的專屬戰魂 除了基礎加成之外,他還有一個專屬加成 對比起裝備其他戰魂就會高很多戰力 接著到技能 升完等級之後記住 將普通攻擊和速力攻擊的技能都解鎖 如果不是的話出去戰鬥那次就只有4招 還有就是EX攻擊 是一些強力技能,大家都記住一定要解鎖它 升完技能之後就到升級 好像雕蟬一樣,武漲戰法這裡沉如落眼這招是未解鎖 如果想解鎖的話就要提升升級 我自己覺得星星是相對容易,因為你不一定需要吃自己的碎片 司馬超,我不打算用就要犧牲你了 戰力都加不少 第四次星星,吃了100顆超煩武漲的碎片 接著又升級突破 終於解鎖了沉如落眼這招 再看看外觀,這個是預設外觀 之後就有不謝花 怎樣才能取得到這些外觀,大家就可以按啟動 它就會告訴大家怎樣才能取得到 金色這件就要參加獨步爭鋒的貴菜才有機會可以取得到 我們的屬地是有鐵帳袍 只要進來鐵帳袍就可以自己製作武器 例如雕蟬就用多截鞭 好,建造 這樣就有條邊可以給雕蟬裝備 最後官方正在進行一個戰力排行榜的活動 在戰力排行前三名會有PS5送 如果想提升戰力除了推進主線去快速升 除此之外我們都可以玩一下這些副本 在軍師匯演裡面就有大量的材料可以打好回來 聯合匯演我就已經過關了,所以就很方便 就這樣掃蕩就可以了 屬國匯演這裡我沒玩過,就要先挑戰一次 留意回屬國匯演就只可以用屬國的武將上場 現在打難度1應該可以很輕鬆過,出發吧 首先就清卓仔,儲存我們的無雙技 以及EX技能都不需要省,因為30秒就可以放一次 斬,切賽 留意地圖右邊就是我們的目標 完成目標就會有BOSS出來 BOSS來了,黃月鷹對雕蟬 你那個速力4的擊飛 已經扣到一半月了,用EX技能 KO 完成任務之後我們就會拿到屬地建築的升階材料 好像剛才說過一樣,升了建築因為沒有最後加成 所以我們戰力也是會提升的 我還有一個虛寶序號可以給大家 序號就是BA666 大家輸入完之後就可以拿到60瓶竹葉青 每瓶都有1萬點經驗值 給武將提升寶庸,希望幫到大家 我們這條影片就來到這裡 對這隻瓶三國無雙霸有興趣的 可以在這條影片中有條link可以下載 謝謝各位收看,謝謝,再見